这绝对是一部必看的高分悬疑神作 今天反转的剧情 细思极恐的结尾 有的网友在看完后都一度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类 这就是今天我要强烈推荐给大家的电影 小岛惊魂 故事发生在1945年的英国 当时世界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 随着一声尖叫 女主杰西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因为参加战争的丈夫至今未归 所以她每天都在恐慌宫度过 再加上一周前家里的佣人全部离奇消失 这更让杰西感到害怕 然而就在此时 三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杰西家门口 随即他们便敲响了房门 杰西开门一看 立马就知道了三人的来意 于是杰西赶紧将他们请进了屋 原来三人是杰西招聘来的佣人 这时老太介绍道 老头是花匠 女孩是佣人 自己则是管家 见女孩如此年轻 杰西便询问女孩是否有工作经验 老太表示 别看女孩长得年轻 但实际有着80年的佣人经验 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杰西还是将三人留了下来 紧接着 他就带领三人开始熟悉家里的一切 杰西告诉管家 要想在这个家当用人 那就必须要严格遵守三个规定 第一不管进入哪个房间 都必须要把房门锁好 才能去开另一扇门 这规定看似简单 但想要做到可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栋豪宅共有50个房间和15把钥匙 管家要清楚地记得 每把钥匙对应的房间 第二 琴房的钢琴千万不能乱碰 第三 凡是孩子出现的地方窗帘一定要拉紧 因为杰西的两个孩子患有严重的皮肤病 第二天一早 管家给两个孩子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这时姐姐突然说了一句让管家很费解的话 你也会让我们离开吗 当然 我让你离开 其他人说他们不会 但他们做了 然后就发生了 别静 然而就在管家想问清楚时 杰西却突然出现并将他叫了出去 原来杰西发现 自己发出的招聘邮件并没有寄出 也就是说管家三人并不是看到招聘广告来的 听到杰西的质疑 管家立即笑着解释道 他们三人确实没有看到招聘广告 来着只是想碰碰运气而已 没想到还真的应聘成功了 并且他们三人几年前就在这栋豪宅当用人 对这里都非常怀念 所以他们才会再次来到这里 得知三人曾在这栋豪宅工作过 杰西反而放松了警惕 既然这样 那么三人一定对房子非常熟悉 日后工作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于是杰西便不再追究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随着管家三人的到来 诡异的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 隔天杰西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小孩的哭声 杰西还以为是儿子在哭 于是他赶紧跑上楼冲进儿子的房间 可结果他发现 儿子正在看书学习根本就没有哭 难道是女儿 于是杰西又急忙跑去女儿的房间 此时女儿正趴在地上看童话书 杰西询问女儿刚才为什么哭 可女儿却表示并不是自己在哭 而是约翰 杰西非常好奇约翰是谁 女儿回答道 约翰就是刚才哭的小男孩 他警告过约翰不要哭 可约翰就是不听 杰西认为女儿是在胡扯 因为女儿经常说些鬼话吓唬弟弟 杰西生气地质问女儿约翰在哪 这时女儿告诉他 约翰刚刚出去了 现在应该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 听到女儿还在胡扯 杰西生气地表示 如果约翰真的在房间那他也出不去 因为门是锁着的 说完便指向了门口 可没想到 锁着的门竟然被打开了 紧接着 杰西就找来管家和庸人 他责怪两人开门后没有及时锁门 可管家听后却一脸懵 并表示自己刚才一直在外面 压根就没去过二楼 更别提开门锁门了 尽管管家解释不是他干的 但杰西依然坚持是管家的问题 因为自己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晚上姐姐突然叫醒熟睡的弟弟 接着便指向了窗户 弟弟见状吓得立马坐了起来 并质问姐姐为什么要拉开窗帘 姐姐表示不是自己干的而是约翰 弟弟恳求姐姐不要吓他 否则他会告诉妈妈 姐姐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于是便让躲在窗帘后面的约翰出来 此时弟弟惊恐地看向窗帘 虽然窗帘后面什么都没有 但他还是被姐姐吓到 听到弟弟的叫声 杰西急忙冲进房间查看 得知姐姐又在吓唬弟弟 杰西非常生气 见女儿不肯承认错误 于是杰西便惩罚女儿朗读了一夜的圣经 而他则在一旁边刺绣边监督 就这样 杰西一直陪着女儿到天亮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 巨大的声响震得掉灯左右摇晃 杰西还以为是用人打扫房间发出的声响 他刚要起身去查看 可这时他却发现 用人并没有在打扫房间 而是和管家一直站在外面 既然不是用人那声响是谁发出的 随后杰西找到在楼梯间读书的女儿 他询问女儿刚才是否听到有声响 女儿担心再受到惩罚 所以他并不想回答母亲 杰西答应女儿 自己不会再做出任何惩罚 女儿听后顺手指向了杂物间 杰西转头一看 杂物间的门竟然被打开了 他小心翼翼地进到里面查看 可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任何人影 然而正当杰西疑惑时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这下可把杰西吓坏了 他拼命地扯下盖着杂物的摆布 想试图找出那个恶作剧的人 慌乱中杰西通过镜子看到 此时身后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杰西见状立即追了出去 并询问女儿人去哪里了 女儿告诉他 约翰一家人刚刚出来 他们分别去了客厅和厨房 杰西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之说 他认为一定是有人闯进了家里 很快管家得知了此事 他安慰杰西 毕竟这是老房子了 偶尔有些声响也很正常 此时女儿拿出一幅画 原来他把自己见到的人全部画了下来 杰西有些不解 人物头顶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女儿解释到这是他看到对方的次数 而见到最多的就是一位老奶奶 杰西听后震惊不已 果然有人闯进了家里 他立马吩咐管家把花酱和用人找来 他要趁天黑前找出藏在家里的人 为了方便搜查 杰西拉开了除孩子房间以外的所有窗帘 随着窗帘逐渐被拉开 整个豪宅也立马变得明亮通透起来 可经过一番搜寻 杰西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这时杂物间的一本相册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打开相册后发现 里面都是前任房主的照片 但奇怪的是 照片中的人全都是闭着眼睛的 杰西有些疑惑 于是他赶紧叫来管家询问 管家告诉他其实这是一本死人相册 据说在上世纪有这样一个传说 凡是死去的人都会拍一张照片 因为这样可以让灵魂得以永生 杰西听后立马被吓出一身冷汗 他让管家赶紧烧掉这晦气的东西 经此一事 不相信鬼神的杰西 心里也开始泛起了嘀咕 难道家里真的有鬼魂不成 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错怪了女儿 于是他赶紧找到女儿道歉 回到房间后 杰西抱着丈夫的衣服哭了起来 如果丈夫在家 那他也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他想不通二战明明已经结束 可丈夫为什么还不回家 就在这时 杰西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钢琴声 奇怪 这大半夜的是谁在弹琴 杰西壮着胆子朝琴房走去 可就在他打开房门的瞬间 钢琴声却又戛然而止 杰西端着猎枪走进房间查看 这时他突然发现 平日里锁着的钢琴竟然被打开了 他赶紧盖上盖子将钢琴又锁了起来 杰西拿着猎枪警惕地观察周围 可观察一圈后房间里根本就没人 难道是自己出现了幻厅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时 怪事又发生了 杰西发现 沉重的木门竟然自己会动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杰西疑惑时 突然 这时管家闻声赶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杰西就一把抢走他手里的钥匙 然而当杰西再次来到琴房时 他惊恐地发现 那架钢琴的盖子竟然又被打开了 经此一试 杰西终于意识到 家里或许真的有鬼魂存在 这时管家表示 他非常认同杰西的看法 虽然很难解释这是为什么 但他一直相信鬼魂是存在的 毕竟不是所有事都有合理的解释 杰西越想越怕 于是他打算去镇上寻找神父求助 来赶走家里的鬼魂 临走前他叮嘱管家看好两个孩子 说完便大步地朝外面走去 可接下来 管家和花匠的对话 似乎预示着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此时外面吓起了浓浓迷雾 而杰西也很快就在大雾中迷路 没多久 杰西便看到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一个人 然而当男人出现在杰西面前时 瞬间杰西就激动地说不出话 原来男人正是杰西的丈夫 只见杰西一把将丈夫抱住 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顿时驱散了杰西心中对鬼魂的恐惧 杰西没有继续去镇上寻找神父 而是立即将丈夫带回了家 回到家的丈夫 第一时间就去见了自己的孩子 姐姐和弟弟见到爸爸非常激动 这下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为了庆祝丈夫回家 杰西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可不知为什么 丈夫却一直躺在床上 说什么也不肯吃饭 杰西认为丈夫应该是得了战后心理创伤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并且他还特意叮嘱姐姐和弟弟 不要去打扰丈夫 可他不知道 丈夫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当晚 管家三人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他们认为男主人不应该回家 因为男主人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这时管家表示 既然这样 那还不如赶紧动手以免夜长梦多 与此同时 杰西正在给女儿试穿白裙 因为过几天就是女儿的生日 女儿非常喜欢这身衣服 他恳求杰西是否能多穿一回 见女儿这么喜欢杰西也不好拒绝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杰西叮嘱女儿千万不要把衣服弄脏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等杰西走后 女儿开心地在房间跳起了舞 没多久杰西再次回到房间 看到女儿坐在地上弄脏了衣服 她刚要准备训斥女儿 这时她惊恐地发现 女儿的手似乎有些不对劲